如果大家有關心Facebook的話 或是最近一些有關於這方面的講座的話 其實會發現最近可能是近一個月來吧 有非常非常多有關於正式家族的研究講座 那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的鄭偉忠教授 出了一本書 那叫海上傭兵 那後來陸續續有一系列的講座 那當然不是我們商務辦的 那是其他區版社辦的 那譬如說陳國東教授 中央研究院史學所的陳國東教授 他的講座 然後還有一位叫做賴英泰博士他的講座 那包括鄭偉忠教授的自己 其實最近這系列出了很多很多的相關的講座 大家都在討論正式家族 那我相信正式家族這個東西 不管是五十年前 或是像我這個年紀大概三十年前 甚至在最近這新的一代 比如說十幾年二十年前 這些我們在求學過程中 一定一定會接觸到正式家族 絕對不會沒有接觸到他 在求學過程中 我們都多少了解到正式家族 即便我們不認識正式家族 我們也知道鄭成功 我們也知道鄭成功 跟台灣的關係等等等等的事情 那過去這幾年其實有一個現象是 大家開始越來 應該不是說過去這幾年 其實已經大概二三十年來了 從曹永和老師開始 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鄭成功 或是所謂正式家族 跟海上的關係 用了所謂荷蘭文的史料 西班牙文的史料 日文的史料 來試圖還原正式家族 或是鄭成功或是鄭之龍 在過去那段時間 在海上的所謂的輝煌的時光 這樣子 那我們對於正式家族的了解 其實大部分就是到了這個地方 即便陸陸續有新的研究出來 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是 鄭成功家族只有這些面向 他們還會有其他的 更多更多的故事可以給我們發掘 那在我過去這幾年的研究裡面 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情是 我們其實對鄭成功家族的理解很多 但其實我們對鄭成功家族的理解也很少 鄭成功家族是當時代所有海上 所謂的海上家族的其中一個而已 老實說他們重不重要 不重要 他們重不重要 他們也重要 他們是很多很多海上家族的一個 一個集合 一個面向 可是在同一個時間 他們也可以展現出更多更多面向 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那我今天希望用幾個小故事 來給大家知道鄭成功家族 他們在這些歷史上 有更多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也許我們過去沒有聽過 這些故事跟海上的關係可能比較少 但是他們卻體現出鄭成功家族的另外一個面向 那我今天我一直在想 不知道怎麼樣設計我的outline 後來我發現 起承轉合是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今天會一個一個這樣講下來 那希望我這些小小故事 他們不是這麼重要 但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第一個是 開始 就是起 我們都知道鄭成功 是鄭成功的父親 鄭成功他從小在海上 考生活 然後他去過澳門 然後也許去過馬尼拉 然後最後也到了平戶 在平戶結婚生子 然後生下了鄭成功 那他的 等於說他人生的前半段 跟海洋離不開關係 那這幅圖是 河南人底下的鄭成功 鄭成功 中間這位就是 中間這位 穿著中國樣式的 這個人物 他就是鄭成功 那 鄭成功他在明朝末年的時候 他從一個海道 他從一個 本來是一個通義 變成一個海道 那最後變成大明 大明王朝底下的一個官兵 那最後他 等於建立了一個東亞海上 他們屬於他們正式家族的東亞海上秩序 那 我們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他們 他跟河南打過仗 然後有擊敗過河南人 就是他們 1233年的一幅圖 繪製了當時河南人跟鄭成功作戰的圖 這樣子 那就是溜覽折成 那 以前的歷史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情 鄭成功在明清頂革之後 他先是孝中所謂的南敏 他陸陸續續孝敬了紅光 然後最後是隆武皇帝 然後在隆武皇帝時期 他最後投降了給投降清朝 大概過去對於鄭成功的理解 到這邊結束了 換句話說 以前的認識 對鄭成功的認識 是從他一開始默默無聞 從一個 不要說從通義 他從最一開始的一個 小小的地方上的一個小 就是一個很頑皮類型的小孩 這些故事我們都知道 直到他投降清朝之後 他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他投降清朝之後 他在清朝之後做了什麼事情 過去過去的課本 大概是告訴我們這個故事 順次三年的時候 鄭成功受騙 投降了清朝 然後被一個人叫做伯洛 一個滿洲將軍 抓到北京城 最後被軟禁在北京 然後一直在北京度過了15年的歲月 順次18年的時候 其實是康熙皇帝上台 之後沒多久 他就被處山了 我們過去知道的故事是這樣子 那我在座研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這消失了15年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鄭之龍他真的就在北京城 什麼事都沒有做 每天被關在那個房子裡面 像被隔離一樣 他是他也沒有得到什麼 無關被炎或什麼什麼東西 為什麼他被隔離在那邊 我很好奇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其實滿文材料告訴我們說 鄭之龍他 他本來在安平鎮守 那這是一份滿文的材料 他被人家招牆 然後帶到京城 最後入了所謂的八旗 然後他被封為一個爵位 滿文材料其實一開始 只提到這樣的東西 那我很想知道 他這次發生什麼事情 鄭之龍其實到了北京城之後 他過了非常風光的生活 而且他在北京城過了一段 非常長的風光歲月 他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 是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希望慢慢一個一個講 首先他在北京城的這個地方 他其實持續的控制他的商業帝國 他在北京城開設了很多當鋪 他在北京城旁邊的一個城市叫通州 通州是大運河的終點 他在通州城上面開了至少三家當鋪 接下來他的人可以到江南地方去收稅 他在江南地方也有經營很多的店鋪跟生意 他在福建的田產一樣持續付的租金 他在福建的漁業也一樣要付稅金給他 所以想像一下當時的明清領閣時候 是在打仗的 但是鄭之龍的人手跟他的經濟網絡 依舊持續的運作者 那鄭之龍北京城處在哪裡 這個是北京當時的西中地圖地圖 這是北京城當時 這是1805年日本人畫的北京城地圖 北京城在當時因為被滿洲人佔領 所以滿洲人把它切成八個區塊 除了中間執行城之外 其他八個區塊分別給八個旗 也就是所謂的香黃香白 香黃香白 然後香藍香黃 然後整白整黃整藍整黃這樣子 所以依照這樣的分配去估置每一個奇跡 那鄭之龍一開始處在哪裡 根據檔案之後我們知道 他到了北京城之後 皇帝當時的孫子皇帝給了他一間很大很大的宅地 在齊化門 齊化門就是今天北京的東門 那小街上面的這個區域 應該說他一開始住在齊化門小街上面 那後來呢 他曾經一度跟皇帝說 因為我們家院子後面有一個大窟窿 因為這個窟窿呢 我在北京城這幾年裡面我家死了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這地方風水不太好 那不然你幫我換一個地方 所以後來皇帝非常高興 皇帝不是非常高興 皇帝非常的果斷的就給他說 那我幫你搬家 我給你另外一個地方叫萬家胡同 萬家胡同在哪裡 在當時國子間的正對面 所以想像一下 鄭之龍只是說了一句說我想要搬家 皇帝當時給了他一個房子在哪裡 在今天台大公館的正對面 給了你一棟很大的宅宅 然後讓你住了很多人在裡面 那這件事情其實反映了一件什麼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的 北京城當時是分給八個棋籍 每一個棋有一個所謂的棋主 當時他一開始住在錫畫門小別上面 他隸屬的棋叫整白棋 整白棋當時棋主是誰 攝政王多爾滾 那他搬家的時候 他搬到哪裡 他搬到了湘皇旗境內 湘皇旗當時棋主是誰 是順治皇帝 所以這多程中其實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多爾滾死掉 然後呢 鄭之龍他發現 他的所謂的支持者 已經從多爾滾必須要換一個人了 於是他換到 他想辦法跟順治皇帝頒關係 我們怎麼知道他跟順治皇帝頒很密切的關係 其實後來有很多很多資料 都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順治皇帝非常喜歡鄭之龍 常常把鄭之龍帶在身邊 這就是一個例子 在順治十一年跟十二年的時候 我們在檔案裡面其實看到很多次的現象是 鄭之龍常常陪著皇帝到南院 或是所謂的男孩子 這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是皇家的園林 然後他們可以在這邊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打獵啊等等的事情 或是避暑 那鄭之龍常常在這個地方 貼身刺二皇帝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 非常得到皇帝的喜 其實這也是回答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等到順治皇帝去世 康熙皇帝上台之後 鄭之龍才會主死 因為順治皇帝其實非常喜歡鄭之龍 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我們還可以發現 很多的史料都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鄭之龍他原先的 他願意投降到北京 很大原因是因為 是多爾滾找他去的 那多爾滾是當時的摄政王 多爾滾在壯年的時候就去世了 其實當時沒有人意到多爾滾會死掉 多爾滾當時是一個非常 就是當時升職壯年 然後走握大權的人 然後曾之龍他要投降 他有多爾滾這個靠山 他要不要投降 曾之龍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不會再毫無 呃 毫無 呃 完全沒有想過 他就去做這件事情 即便我們過去的歷史課本上面 常常受到某一些 所謂 國族主義的影響 告訴我們鄭之龍就是個笨蛋 他的兒子正成功多麼多麼的偉大 所以鄭之龍投降是個 十二不赦 是個不守不孝的壞蛋 這樣的想法 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想的話 鄭之龍這麼聰明 他可以堅定東亞海上霸權 他為什麼要當時決定投降 因為他能夠倚靠的人 當時叫多爾滾 他是當時整個天下 整個所有地方勢裡面 最有權力的一個人 那後來鄭之龍 多爾滾去世之後 大家應該都知道 多爾滾去世之後 發生了一些政變鬥爭 然後最後多爾滾的一些 風產被取消了 那孫之皇帝等於算是親政了 那後來鄭之龍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去投靠了 也不算是投靠 他就跟孫之皇帝走得比較近 那從 其實我們就是可以從 那個 他的住宅的變化 大概可以推敲出這些現象 那 鄭之龍在北京 我剛剛說過他有很多人的財產 他的財產可以幹什麼 我們稍微舉了幾個例子給大家看 那 這例子很好玩 這例子都不是在鄭之龍得事的時候拿到的 都是鄭之龍準備失事的時候 開始一堆人去彈額他的時候 我們從在彈額裡面知道鄭之龍當時多有錢 那比如說第一個他說 鄭之龍的家仲跟奴仆 往來不絕 往來哪裡 往來北京城跟福建 那往來不絕 然後他可以屢東家書 他又能夠進出殿上 進世皇上 此於海上用兵 不知道要少打個字 此於海上用兵附在京城高枕無憂 路人一知其無能 就是當時鄭之龍 他其實天氣人都知道 他的兒子在南邊作亂 所謂作亂 但是他自己在北京城高枕無憂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彈額他的人說 鄭之龍又禁之滿洲行律勢力 故讓家人親主每月互通銀場 然後外則推出通常實則密信 朝中事務賊君得之 一可先籌謀攻守之策 所以他當時其實在北京城做了非常多事情 不僅僅派他的部下仆人去做生意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任務 就我等下會講傳遞消息 那另外 孫智十二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他名字叫孫朗 孫朗是一個滿洲人 他默默無名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官 叫吉士忠 但是呢 他在這個時候 上了一封奏折幫鄭之龍講話 說 我覺得 我認為鄭之龍應該要當到總督 他因為他要當到總督 他才可以去幫忙 解決正成功的 在南方的亂世 那後來發現了整件事情 其實孫朗收了鄭之龍的錢 他收了多少錢 銀兩千兩百兩 金五訂 折銀五百兩 多龍一匹一半 折銀兩百兩 然後斷十匹 折銀一百兩 等等等等的事情 其實這些東西只是他收的定金 他還沒有付完全部的錢 他就被抓了 這個孫朗就被抓到了 他就把所有事情供出來了 那另外當時 在 因為鄭之龍準備被逮捕的時候 在新潮 甚至十二年 十三年的時候 鄭之龍準備被逮捕的時候 就有官員說 鄭之龍在福建 有很多的家產 這些家產 如果我們都把它沒收起來的話 他也許可以應付我們當時 滿清 在中國作戰的 所必須的一些 經濟支柱這樣子 那他們於是去調查 他們就去調查了 說田園菜園山頂有143頂 然後41畝等等等等的東西 那可以每年租稅有853兩 等等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最後弄完之後 上交給當時的清潮專案官員 專案官員只回了一句話說 不可能 他不可能只有這麼少的東西 後來於是再調查了一次 後來再調查第二次之後 弄出了36本帳冊 他的當時財產多到要用36本帳冊來講 然後講完 這36本帳冊送到北京城之後 北京城的官員還補了一句話 整個福建 不管是山區 海邊還是任何的島嶼上面 全部都有鄭之龍的財產 而且這些東西鄭之龍每年都可以收到錢 那最後 另外還有兩個小小的案例 一個是鄭之龍在北京的管家 他們知道謝表 我們其實不會知道謝表是誰 但是從這些檔案裡面我們發現 謝表在當時扮演一個極為關鍵的角色 那謝表呢 他把樹冠的銀兩藏在一個人叫徐悅家 徐悅是誰也不重要 他是當時鄭之龍的其中一個家庭 那他們替鄭成功傳遞消息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 當時鄭之龍 他其實拿到 他也發了兩萬七千兩 給一群人 讓他們賈金銀木材生意為由 然後在當時再傳遞一些消息 所以 姑且不論他們這些人拿到錢 才在傳遞消息 我們單單從這些錢的數字上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 當時鄭之龍在北京 他其實有非常非常龐大的財產在支柱他 而這些財產怎麼來的 他的當鋪 然後他的商業 在江南的商業 他在江南放的貸房 他在南方收的稅 但那些東西 即便當時在戰亂當中 即便南北交通沒有這麼的順差 他還是有辦法把這些錢送到北京城 公開運用 那 呃 這個是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是什麼 他的家福 蛤 他的家福 他的家福 對 他當時在北京城 他總共有多少家福 他有196個人 替他服務 剛剛那個就是他家福的名單 他在被順治13年 他傾廷決定要把他給抓起來 14年 準備把他抓起來 流放到鳴谷塔 前 他的家福名單被整理出來 當時總共196個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現在又196個人 那 這196個人 最後跟著鄭之龍一起到了鳴谷塔去 那 呃 他的家人 他們負責傳遞消息 他們負責經商 所以他們重要的一件證物 叫做傳遞 呃 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那種證物 他們就是間諜 那這些間諜 其實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這些間諜的細項 他們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 做了什麼事情 那仔細去查了檔案之後 會發現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 他們其實就是當時的007 他們做的事情跟 現代 社會上的間諜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規矩 這個是 呃 網路上抓來的圖 應該蠻多朋友都看過的 那 當時鄭成功實際佔領過的區域 然後還有鄭成功 軍隊影響的範圍這樣子 那 這張圖我們 其實大家就知道 他們軍隊控制的地方 可是如果看這張圖的話 這個是 我們截至目前 從檔案裡面所知 鄭家 諜報網絡 曾經觸及的範圍 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 最裡面到榮美吐司 在今天的湖南 然後 安逸在今天的山西 然後 北京城 那甚至 其實他們很有可能 這個網路還深入到更內地的地方去 因為等一下我還會再講 我等一下會講幾個 這個間諜網絡的一些故事 然後其中一個 觸及到更 當然西藏的喇嘛 這是一張表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有點小不好意思 因為實在人太多了 然後我等一下 一個一個跟大家介紹 鄭成功在北京城的時候 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傳遞消息 他依舊控制了一個諜報網絡 那這個諜報網絡 他傳遞消息的人 不是鄭成功的 他當時傳遞消息給南方的人 除了鄭成功之外 還有他的母親 黃氏 還有他的弟弟 鄭公奎 鄭成功在當時 並不是鄭志龍所謂的合法繼承人 當時其實南邊鄭家人 自己在打自己打得很開心 他們並沒有共同 覺得有哪一個人 是他們的 共同的主人 但是鄭志龍 是他們認可 當時可以相信的 他們是當時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 有點像共主這樣子 所以鄭志龍他在北京城 其實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在北京城 建立了一個 在北京城內部的諜報網絡 這個諜報網絡 細緻到一個不可思議 第一個他們有一個人叫謝表 謝表是鄭志龍在北京的管家 他是裡頭唯一一個 除了鄭志龍之外 知道所有事情的人 所有事情都是謝表派去的 鄭志龍不會親自派人 所有事情都是由謝表吩咐下去的 那另外一個人叫做張忠 張忠的責任是什麼 他是當時的管門人 就是守在門口的人 所有的間諜過來 是由他負責放行給謝表的 所以他是另外一個認得間諜的人 但是他並不知道這些間諜要幹嘛 他只認識這些人 是誰誰誰我可以放行 放行給管家 但是我並不知道他們要幹嘛 那還有一個人叫做朱立奎 他的責任是什麼 他表面上明了 他是一家當庫的管理 私底下呢 他負責呢 在謝表通知他之後 他拿錢和獎賞 給這些來北京的間諜 每一個人拿一個拿到八十兩 但是他並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給錢 他完全不知道他給錢的原因 還不知道這些人是誰 那另外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叫錢中軒 錢中軒是誰 他不是政治中的撲人 他是在兵部辦事的人 但是他被政治中的給收買 他的工作是什麼 他負責把兵部配布的秘本 都抄一份 然後交給張遠 張遠是誰 張遠是謝表的岳父 然後呢他負責把這些秘本拿出來 他不知道秘本內容是什麼 他負責把這些秘本交給謝表 但是呢 這位錢中軒 他也只知道他要抄秘本 他並不知道要抄完秘本 要幹嘛 那還有一個人叫高控 高控的目標是什麼 高控的任務是什麼 他負責在 他負責從謝表那邊拿到消息 然後再傳遞給鄭志榮 所以鄭志榮跟謝表 他們在某些時候 其實他們是不會直接聯繫的 尤其在後來鄭志� 被嚴加看管的時候 那還有另外一個人 軸胎他的工作也差不多 那另外還有一個人叫夜市 他是呢 鄭志榮兒子的家人 他的責任是負責在北京附近地區 打算消息的 那 呃 還有一個人叫林玉 他責任是負責往南南北 其實當時往南南北人很多 他是其中一個 但是因為他這個時候被抓了 所以他在名冊裡面有他 那 呃 還有一個人叫張詩 他是鄭志榮另外一個弟弟 叫鄭志榜的家人 那他的責任是什麼 他負責把鄭志榮拿 鄭志榮拿到的書信 交給高空 然後再由高空再交給謝表 但是他並不知道這些書信的內容 所以等於是 從鄭志榮那邊拿到的消息 最後進了兩手 中間的人完全不知道這些信是什麼 但最後交給了謝表 最後再由謝表統整出來 最後鄭志榮才得到這些消息 那 呃 呃 還有一個人是叫做諸如鳳鳴 我其實也不用一個一個講 這邊有人叫宋崇德 宋崇德他是誰 他不是鄭志榮的部下 他不是鄭志榮的仆人 他是一個奇人 他會滿文 他的責任是什麼 他在兵部裡面把滿文的東西給 翻譯出來 然後交給鄭志榮 然後呢 呃 這邊還有幾個人比較有趣的是 有一個叫徐悅的 徐悅他也在北京城開了一家當鋪 他的責任是什麼 凡是到了北京的那些間諜 如果你要去 呃 你要去 呃 住在北京城留的一天以上的時間的話 你會被分派到不同的當鋪跟店家上面去住 徐悅他負責其中一家店家 他常常在收這些人來住 但他都不知道他們是誰 所以甚至有一次 徐悅被抓住被審問了很久多的時候 他才知道他原來曾經收留的一個人 叫做 呃 呃 欸 他叫 他是收留過一個人 他是施郎的叔叔 所以施郎的叔叔曾經在那個時候 親自到北京城去 見過鄭志榮 然後住在徐悅家 但他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他是直到被審問到最後 他才知道原來那個人是施郎的叔叔 所以 這整個網絡裡面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沒有是很少除了卸表之外 就是那位管家之外 沒有任何一個消息是可以在一手 就直接交給鄭志榮 而且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手上拿到的是什麼東西 雖然是最後統整出來的只有一個人知道 最後最後只有一個人知道 其實就是鄭志榮 那 這個網絡得到的消息 最後 呃 呃 產生了什麼影響 呃 跟他講一個故事好了 呃 應該說我現在會講三則小故事來講 這個諜報網絡 第一個故事是 呃 當年在順之十二年的時候 鄭志榮開始被彈和 他被彈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他的另外一個靠山 叫做陳平夏 是當時的一個大爵士 也倒台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很多人開始攻擊鄭志榮 就是開始彈和鄭志榮 所以鄭志榮被嚴加勘管 他還沒有被軟禁 他也還沒有被送到監獄裡面去 但在這個時候他被嚴加勘管 這個消息傳到 被南邊的人知道了 有三個人同時做了一件事情 鄭宏奎 還有鄭志榮的母親黃氏 還有鄭成功 他們三個人都派了一組人上去 黃氏甚至派了兩組人上去 他們派人上去 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要去北京城 他們去北京城 要打探鄭志榮 第一個 還有沒有活著 第二個 鄭志榮有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要告訴南邊的人 所以呢 他們派出去的人呢 每一個人都走不一樣的路 有的走大運河 有的走沿海上去 那 有的就從 有的從這條上去 有的走大運河上去 反正不管怎麼樣 他們最後的目標都是北京城 可是 好玩的事情是 當這群人 全部一群 就是浩浩蕩蕩的 每一群人 他們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到了路途中間之後 開始有人說 我們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辦事情 安逸為什麼會出現 安逸在今天三七 為什麼會出現 安逸他們當地 有一個鄭志榮 買下一個產業 他們人到那邊之後 有另外一批人 往內地走 但我們不知道他們去哪裡 因為這批人後來沒有被抓到 所以另外一批人 在安逸之後分道養標 一批人往北京城去前進 另外一批人就往內地走 但我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那後來這一人 到了北京城之後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他們 因為他們後來被抓了 那其中有一批人 最具代表性 這個間諜 他到了北京城之後 他們是兩個人一組 他們到了北京城之後 一個人住在北京城外 一個住在北京城內 然後他們約定好每天早上 要到海帶門的一家書店去 然後他們帶著煙草過去 當時北京城 當時北京城其實是禁煙的 但是滿洲人很愛吸煙 所以煙很貴 他們帶著煙草過去 假如是商人 他們到了那家書店外面之後 他們就說 我們要買書 這個 這句話其實當時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在某一些有心人裡面 聽起來 這其實是一句暗語 當時買圖書這三個字 是正家間諜的暗語 因為這件事情不只發生在這邊 還發生在當時的福州過 福州他們曾經抓到 威比正家的間諜 他們的暗語一樣是買圖書 所以他一家說要買圖書之後呢 這個家店裡面就出來了一個人 然後把這個人 把其中門帶到了 旁邊的小巷子內 這個家店就在海帶門附近 他們就跑到了旁邊的小巷子裡面 交換情報 交換完情報之後呢 他們就準備收好情報 準備在南下回到福建去這樣子 但最後很不曉得 這個人最後被抓住了 所以後來知道了 這整件故事 所以 呃 這當中海間很好玩的事情 是他那個人在說 要買圖書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說 誰要買你的書啊 在那個年代他們說 我們誰要買你的書啊 但是他就說 帶著煙草 然後說要買圖書 然後說誰要買你的圖書 但這句話講完之後 就有另外一個人把這個人帶走 然後就旁邊交換情報 所以這是鄭家人在傳遞消息 鄭家間諜在傳遞消息的其中一種方法 那 呃 另外一個故事 呃 我覺得更精彩 在 順治17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 有一個喇媽 喇媽穿著打扮的年輕人 他出現在當時上可喜 廣州上可喜的府邸前面 當時是順治 順治16年 不好意思 順治16年的時候 他出現在廣州上可喜的府邸外面 然後他就在那邊遊蕩 遊蕩了一陣子之後 他們覺得這個喇媽行為怪怪的 就把他帶過來 講話 因為滿洲人他們當時是崇尚 藏成佛教的 所以喇媽在當時地位其實蠻高的 何況喇媽出現在廣州城 其實這件事情有點奇怪 所以當時上可喜 他們其實是把他請來 詢問他 然後在詢問他的過程中 他們就覺得這個喇媽不太對勁 第一個他不會講藏文 第二個他背不出 就是藏文的經典 他們就開始決定一下把他抓起來調查 那抓起來開始嚴刑挑打之後 這個喇媽先說出的第一則故事 他說 他是 他是 江西人 然後在某一年的時候 不是 山西人說不好意思 他是山西人 在某一年的時候他被蒙古的人抓走了 他年輕的時候被蒙古人抓走了 然後抓走之後 他們發現他原來是活佛轉世 所以就把他送到了喇媽寺裡面 讓他變成喇媽 然後他在喇媽寺長大之後 有一天他回到了北京城 在一個地方 叫做南苑 就是鄭之龍跟孫之皇帝常常待的地方 在南苑那邊 他在路邊睡覺的時候 被皇帝看到 皇帝非常喜歡他 於是給他一個令牌 說可以讓他原右四海去傳教 然後這個人還真的拿出一塊令牌給他 但 上個期他們看到這令牌就覺得不對 這令牌在那邊寫中文沒有寫漫文 他們就問他說這令牌哪來 他一樣講一次這個故事 那這故事講完之後他們就開始覺得這個人不對勁 他們開始寫了信到北京城去詢問 所以這個人在廣州被關了一陣子之後 北京那邊回來消息 沒有這個人 然後呢 他們開始覺得這個人可能是堅底 於是開始審問他 開始嚴謹挑戰 他說完之後這個人講出的第二個故事 他說他是一個人叫做杜永和的侄子 杜永和是誰 杜永和是當時上科技手下最厲害的將領 他為什麼最厲害 因為他會打水仗 他是當時南民的一個水師將領投降上科技 所以他是唯一一個會打水仗的人 那這個人他說我是杜永和的侄子 那杜永和 我那個受杜永和的命令 我來傳遞消息要給鄭神功 然後呢 這件消息 上科技知道之後很生氣 就把杜永和抓起來 也打了一頓 打了一頓之後發現 兩個人講的話其實鬥不上 因為他說杜永和是哪裡的 但是 這個人卻說杜永和是另外一個地方的人 然後兩個人最後討論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後 兩個人真正當面對峙 這個事情都對不上去 他們又再把這個喇叭再打一頓 最後這個喇叭終於講出完整的故事 他是 他是 普城地方的人 他的村子 在他很小的時候被鄭成功攻占 鄭成功的軍隊攻占 鄭成功把這個村子圖村了 但是只留下這個小孩 留下這個小孩要幹嘛 小朋友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學語言 他們讓他模仿 不是福建的口音 尤其要讓他學北方的口音 然後他學 他非常聰明 所以他很快就學會這種口音之後 然後他們就把他打扮成喇叭 讓他用喇叭的身分 在這個地方打探消息 然後最有趣的事情是 後來他們在把 尚格琪他們在審問這個人的時候 把他的衣服 喇叭衣服扒下來之後 喇叭衣服是非常非常真實的喇叭衣服 老實說我們現在不知道是哪來拿來的 在當成男方你要拿一件喇叭衣服 其實有某種上的難度 但他們拿得到 那這件衣服呢 把它翻開來之後 發現其實在衣服裡面有個內裏 先開來之後裡面有一面 鄭成功的隆旗 然後那個隆旗 就是旁邊要交換請到消息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人是鄭肯公派出去的 我們知道 他派出去的目的是什麼 他要答案消息 但是他如果被抓的話 他第一件事情要講什麼 他第一件事情要講假話 他講的假話一定要對鄭家有利 對鄭家怎麼樣最有利 把當時清朝軍隊裡面最重要的水師匠名給弄掉 就是杜永和 這個杜永和 在後來康熙數年的時候 他是攻獻金門城的其中一個人物 就是正經後來在鄭成功死掉 正經取在鄭成功的位置之後 金門下門曾經被清軍攻獻 杜永和是其中一個匠名 是他們的目標第一個是什麼 如果已經被抓到 你被抓到你是個假的的話 第一件事情把杜永和攻出來 我們要讓杜永和一起收錢領 但是很不曉得最後他們沒有成功 那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人他講的話最後都抖不起來 因為他其實是非常年輕 之後才發現他其實才十幾歲而已 他就已經被派出來做這個任務了 那 另外一則故事 也是當時的 另外一則小故事 曾成功他們派了一群人 真的是一群人 人數非常的多 他們決定要跟清朝作戰的時候 他們派他們深入了湖南內地 他們派了這群人深入湖南內地 他們沿途就是住在各個各個小村子裡面 然後開始收買當地的人 他們說我們要開始進行反攻了 那請你們要幫助等等等等的事情 那這件事他們最後 一路深入到這個龍眉吐司這邊 他們前前後後在這個地方待了三年 沒有任何清朝的軍隊抓到過他們 清朝軍隊根本不知道他們是間諜 他們是一直在 因為他們跟龍眉吐司談談破裂 他們才發現原來這群人是正成功的間諜 那他們在這個地方 從來沒有因為口音的問題 或從來沒有因為任何的因素而被抓到 因為他們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安排 那這個故事其實沒有太多的細節 我們其實不知道太多的細節 因為史料並沒有告訴我們這麼多 因為現在其實流存下來的這些史料 大部分都是滿文材料 然後非常非常零碎 所以我們只能從裡面拼湊出一些細節內容 但是我們至少知道 鄭成功他們的網絡至少已經深入內地了 那最後一個故事是這個 這個故事是鄭成功到台灣之後 鄭成功到台灣之後 他只過幾個月就去世 但這幾個月裡面他做了一件事情 右邊這張圖 他的名字叫做李帥泰 他是當時清朝的 當時應該叫福建總督 他應該叫福建總督 他是當時對抗鄭成功最主要的人之一 鄭成功在到台灣之後 他馬上派了一組人搭船 從金門 然後到了漳州的地方上岸 上岸之後 划船的那個人 跟這些所有派來的間諜講一句話 明年的這個時候 一年之後這個時候 大家來這邊 我船會在什麼時候開船 然後那個人就划船划船 後來其中一個間諜 這個間諜他其實不知道大家要趕 但是只知道大家上岸之後 就全部失散了 往各個地方逃 那這位間諜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的目標就是這個李帥泰 他小的時候曾經是李帥泰的家庭 後來被鄭成功抓到 所以就能夠把他綁走 這時候綁在綁走都會把他養 就是養好幾年這樣子 那他的任務是什麼 刺殺他 所以這個人呢 他就從漳州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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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走到泉州 到了泉州之後 他就說他是李帥泰的家人 他逃出來了 他有很多的消息要跟李帥泰講 麻煩把他送到福州去 最後他們把他送到福州去 然後到了李帥泰旁邊 但是這個人他最後沒有見到李帥泰 他很多次想要刺殺李帥泰 但是他找不到機會 可是呢 他找到機會他又不能夠 什麼事都沒做 然後他這個時候 他已經把錢花光了 他怎麼辦 他於是開始他在往北邊走 他到了 先到了杭州 後來又往上到了家庭 然後他最後最後他到了南京城 他到南京城要幹嘛 他到南京城跟鄭成功在南京城的人聯絡 鄭成功在南京城有非常多的商量 透過這則檔案 我們才知道當時鄭成功在南京城還留了多少人 包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金山寺 在南京城附近的一個寺廟 那個寺廟是鄭成功的大本營之一 當時鄭成功在打南京城的時候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快的進到南京城 周穩 因為他已經有派了很多人 把那個地方當作他們間諜的大本營 所以他們在那邊已經調查過非常詳細 當時附近的地形地貓還有哪邊可以進去 所以他們到了那邊之後 他就跟當地的那些曾經跟鄭成功有聯繫的那些 至少是他認識的人 開始跟他們要錢 說我沒有盤纏了 我撐不了一年之後再回到漳州去搭船 所以給我一點錢 那這些人呢 一開始給他 後來愛給不給的 那他也很生氣 所以他呢在南京城偷了一隻羊 然後就因為偷了這隻羊所以他被抓了 那他被抓了之後呢 那大家開始拷問他是誰 然後拷問到最後發現 他居然是鄭成功的間諜 他本來目標是要來刺殺理出來態度 那這整件事情才爆發 最後鄭成功在南京城的這些商人也跟著被抓了 所以 其實這些故事都在呼應了同樣的一件事情 還有另外一則是這個事情 右邊這個人 他名字叫洪辰蟲 應該有一些朋友知道 洪辰蟲是當時的清朝大學41 他是福建人 南安人 那也後來投降 從他本來在明朝後來投降了清朝這樣子 那 鄭成功去世鄭成功後來主導台灣的時候 鄭成功其實派過人到北京城去找洪辰蟲的兒子 因為他們跟洪辰蟲的關係極為密切 然後他們派人去跟洪辰蟲的兒子打探消息 打探當時清朝的消息 那 這些故事其實都告訴我們同樣的一些事情 第一個 鄭家的諜報網絡 不是只有單一方單一項的 他們有很多人同時掌控不同的諜報網絡 但這些諜報網絡彼此是互同的 鄭成功的諜報網絡 他最後可以從事傳遞消息給鄭成功 鄭宏奎跟他的母親黃氏 那這些諜報網絡他們有非常密切的 非常好的分工 他們不會讓一個人被抓之後 整個諜報網絡斷掉 他們整個消息是非常分工合作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可以體現在鄭成功他們其他的組織網絡上面 比如說他們有一個所謂的五商 五商網絡就是他們在內地買賣東西 然後再運到南方 然後再賣出去的這些商業網絡 這個網絡最後會被抓到也是因為鄭成功的部下叫黃武投降了 所以鄭家其實他們擁有的這個諜報網絡 在我當時讀完這些材料之後 我其實看到了一個極為精細 而且幾乎接近現代 整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諜報的組織架構 那他們其實發揮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譬如說鄭成功曾經傳遞過一則消息 短短的一句話 他在傳遞這類的消息之後 他人其實在皇帝旁邊 他在順治皇帝旁邊 他人在南院 那他還是想辦法把消息傳出來了 他只有一句話 大兵即將南下 請做好準備 就這樣這裡 然後去對照史料之後發現 這個時間點剛好是清朝決定派軍隊去控他鄭成功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們是可以知道 當時這些諜報網絡發揮了某種程度上的效用 所以鄭成功他們得到很多消息 其實是找清朝一步 知道很多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官員在彈劾鄭成功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講到同樣一件事情 鄭成功太多太多的仆人跟家仆 在往南南北在傳遞消息 他們即便他們打折做生意的名號 替鄭成功賺錢 但同一個時間他們做了更多更多的事情 是傳遞這些消息 鄭成功在12年的時候 他被關押在大佬 其實他一開始並沒有關押在大佬 他一開始就只是被軟禁在家裡 後來才被關押在大佬 所以等於說他從3年到12年 他有整整9年的時間 他在北京城過得非常舒服的生活 他有很大很大的宅子 很多人在服侍他 他一樣用他的諜報網絡 控制了當時鄭家的整個勢力 他一樣用當時很多人都欠財 疏通了很多人 那他直到12年的時候 他被送到了 他準備被遷往寧古塔 那當時其實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是 因為剛好清朝在寧古塔造船 所以他們其實大部分的官員都很擔心一件事情 是鄭成功會派船從台灣 從福建銀台開到寧古塔去把鄭成功接走 所以他們很擔心這次 他們覺得不要再把鄭成功送到寧古塔去 那個夜長夢多 我們直接把他在北京城殺了就好 但最後孫子皇帝還是決定先把他送到寧古塔去 那 他在寧古塔大概 大概根據檔案裡面 他大概整個過程 大概就是從最左邊這樣圖到最右邊這樣圖 他一開始只是被綁了一個枷鎖 然後就被流放這樣 後來呢 為了防止他跟人家聯絡 他們把他綁在一個木莊上面 但是 我才有提到一場這樣子 後來發現他這樣子還是可以跟人家聯絡 他說趕快把他鎖在椅子上面 他們把他鎖在椅子上面 然後不准任何人接近他 所以那寧古塔其實後面過了很多年 只有他自己一個人被關押的生活 這件事情倒是真的 那 呃 除了鄭成功 其實鄭成功 我剛剛提到的196個人 他們被流放 並不是所有人都流放到寧古塔 其實後來他們被分成兩批 一批是流放到聖經 就是沈陽的那個地方 那 呃 後來再後來 在最後一年 順時十二年之後 才有一些人在從聖經 再發到寧古塔去這樣子 那 其實這過程中也發生過另外一件事情 呃 鄭成功有一個兒子 他的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他的 他的 應該是老三 因為鄭成功其實前面兩個兒子 老大跟老二其實都是在日本 老大是鄭成功 老二其實是另外一個日本 在留在日本的小孩 那他後來在中國的 呃 所謂在中國應該就算是 算中國的那個老大的那個小孩 他叫鄭世恩 他是年紀最大的小孩 他到了 他也跟鄭成功 鄭成功到了北京城 他在北京城之後呢 鄭之龍給他娶了一門 一個媳婦 這個媳婦是出生 滿洲整百齊的人 滿洲人喔 不是漢軍喔 他是一個純粹的滿洲人 他們家也是一個世家大族 那 因為當時被流放了 所以這個 滿洲女性 呃 也蠻衰的 他跟著要被流放了 那 他要被流放了 那他們家人就覺得 我們很不忍我們自己的女兒 被流放 所以他們呢 就派人 找了一輛馬車 說那流放可以 這個女兒 這個媳婦 可不可以坐車子 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女性的家裡 那 他們就最後 花了一點錢疏通 然後他們就坐車 坐馬車這樣子 然後坐馬車之外 還有兩個仆人 隨時在旁 這樣子 然後去流放 有聽過坐馬車流放嗎 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招 那 他們最後流放 到了聖經之後呢 因為到了聖經 他們就要被分配到其他地方 去流放這樣子 到聖經之後 官員在清點之後發現 我們點人 名單點點 怎麼點到一輛馬車 馬車點完之後 旁邊還多了兩個仆人 這兩個仆人 他們在路上的盤禪 誰給的 然後最後查一查查一查發現 這兩個人在路上的盤禪 是那個家屬 負責的 可是呢 他們在負責的同時 他們把拿了一點錢 給了 負責押送的官員 所以這件事情 就變成賄賂 然後這整件事情 最後爆出來之後呢 他們就決定到北京城 去把這個女性的家裡 抓過來 然後好好的懲罰一下 但最後其實沒有對他們怎麼樣 但就是給他們 給他們一段懲罰 可是我們其實可以 從這裡知道一件事情是 曾智隆他在北京城 即便他 我們過去的認知 他是被軟禁 他是被關押的 他是沒有自由的 但他其實在北京城 他還可以幫他兒子找到一門 關係還不錯的親家 曾智隆後來 他後來被主張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鄭成功到了台灣 很多時候他就去世了 那政經接了他的位子 那政經之後 下一個人叫做鄭克張 那鄭克張後來因為政變的關係 然後他被殺了 那後來是鄭克爽的機會 鄭克爽最後在市場公開的時候 他決定投降清朝 這是大家都比較知道的故事 大家不知道的 可能比較不知道的事情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 我看過之前我在網路上寫的文章 也許會知道鄭克爽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那鄭克爽之後投降了清朝 他也一樣錄了八期 他變成了奇人其中一個 這是他們家的滿文的家庭 那滿文家庭裡面 他們第一的這個是 這個是鄭金 那這個是鄭克船這樣子 那這是他們家的 一份滿文的祖母 然後來告訴我們鄭家後半有誰誰誰誰誰這樣子 那這份譜測其實還算滿完整的 那 這是他們家 目前我們所知道 當然也不是全部 目前我們所知道一些人的名單 就是他們從鄭克船開始 入了八期之後 他們家在北京當了什麼官 然後甚至有他們年紀幾歲的時候 出過天花 然後幾歲的時候去世 然後誰誰誰做了什麼事情 大概我們其實都知道 鄭克船在北京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其實他們家後來就慢慢變成了所謂的 滿洲人 那所謂滿洲人 比如說這幾個人的名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就是彪宏寺那幾個人 他們的名字已經不再用正開頭了 他們把姓氏拿掉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滿洲名字 他們名字就叫圖山 圖密 德山 瑞山 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件事情呢 不是我們只靠單一份滿文材料 我們就可以得知這件事情的 在道光嘉慶年間的時候 其實 全州的鄭家 鄭氏家族 還留在當地的鄭氏家族 他們其實嘗試的跟北京的人聯繫 他們就有寫到一段話 鄭之龍 這是鄭之龍 他的子孫 擅除京都 漢軍旗下 移民為姓者爽 其實就剛好符合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段話 就是他們 補了這段話 當時鄭克爽他們的人入了八起之後 他們逐漸地開始理解北京的人 齊人怎麼生活 然後慢慢變成了滿 所謂齊人的一份子這樣子 那 實際上後來鄭克爽 所謂鄭克爽的後代 絕大部分 應該不是絕大部分 至少目前我們所知的 他們都留在北京城 他們隸屬於同一個 左嶺下面 左嶺就是一個 滿洲的一個行政單位 他們就是隸屬於這個單位底下 那 他們在北京實際上過了什麼生活 老實說 根據他們的官嫌 根據他們的所作所為 他們沒做什麼太特別的事情 我們知道他們有一個人考中近視過 然後我們知道他們有一個人當了武將 還蠻高等級的武將 參加過鴨片戰爭 僅此而已 我們其實不知道他們家真的後來發生過什麼事情 知道有些人當了官 那知道有一個人非常非常會讀書 然後滿文非常好 但是他年紀很輕的去世了 這樣子 我們大概知道的是這些 那個 無所謂的細節 可是我們 在同一個時間的 日本 我們知道的 就比較詳細一點點 田川七優衛門 他是鄭成功的弟弟 他跟鄭成功是同父同母 他沒有回到中國 他留在了日本 然後承襲了他娘家 就是他們娘家的姓氏 那他們最後在 呃... 本來出在平戶 後來簽到長崎 他們在長崎當了所謂的翻譯官 他們的責任是什麼 他們的責任是要幫當時中國來的船隻 因為他們是所謂的漢人 他們會講中文 他們講漢語 所以他們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的工作是幫忙翻譯 然後他們是在 呃... 在長崎的地方 因為長崎當時能夠進到長崎的船隻 只有兩個國家 一個是荷蘭 一個是中國 那中國團是進來 需要有人來幫忙翻譯 幫忙來登記 做紀錄 幫忙來做很多的事情 那他們家是其中一個 當時其實做這件事情的人 是世襲制度的 所以當時其實是有幾個姓氏的 姓吳的 姓陳的 姓鄭的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幾個姓氏 他們負責做這件事情 那... 鄭成功的弟弟 他就是負責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的家族 後來就負責從事這個事業 我們知道他們家的整個 吳西脈絡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鄭官 田川七右衛門的兒子 後來改姓 改回叫鄭官 改回姓鄭 他的名字叫官 左右衛門 然後後來叫鄭瑞 鄭韓 這也是我們目前所知道的 呃... 這位鄭幹夫 呃... 根據某一些材料指出 他曾經是天皇的中文老師 漢文老師 但是也是只有幾筆零星的紀錄 其實我們沒有很多講義紀錄 那後來 在大概鄭幹夫 鄭永寧開始 名字尾姬 所以他們開始從 所謂的 通義官 翻譯官 轉變成 當時日本第一批的外交官 所以鄭永寧 鄭永昌 鄭永信 鄭永邦等人 他們其實都是外交官 那... 除了鄭永寧之外 鄭永昌 鄭永信 鄭永邦 他們三個小孩 那他們其實都是 呃... 出國留學的 呃... 這個是當時的 呃... 唐人的 呃... 這長期的所謂唐人巫夫 唐人巫夫就是當時來這邊 貿易的中國人 他們要去這個地方 做生意 他們要在這個地方贊助 那... 呃... 官員也都在這裡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一個保護起來的地方 你們只在這個區域活動 那... 呃... 我是個非常喜歡做一些歷史細節的人 因為我一直覺得有那些歷史細節 我們才能夠還原當時人的生活 我們能夠透過一些非常非常零碎的事情 譬如說鄭之中在北京住哪裡 這種人家可能完全不屑一顧的小細節 對我來講 我會非常感興趣 因為我們只有知道這些事情 我們才能知道 他們是會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所以... 我後來做了一點小小的功課 那... 這個鯨艇 是當時鄭家在長崎住的地方 但我們其實不知道他們住在哪一間房子 但我們知道他們住在這個... 就這條小小的街上面 然後他們住在某一個地方 那... 我們... 這是一個小小的細節這樣子 所以... 呃... 大概在... 呃... 所謂... 鄭... 克爽的後代 慢慢把姓氏拿掉 變成所謂滿洲人的時候 大概也就在這個時候 日本 開始了... 一個... 呃... 不算是活動... 運動 那對於國姓野這個... 這個概念 跟國姓野這個人 產生了強烈的好奇性 那...最大的推手 其實是這個國姓野核戰 這個...呃... 這部劇 這部民俗的文化 他們呢 不斷地去強調 國姓野 他們當然沒有去講說那個人 就等於鄭成功 但大家都知道 他們呢強調他的... 中軍愛國 所以...呃... 這件事情在... 這個國姓野核戰 在當時日本是非常非常風行的一齣劇 在各個地方都上映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 潛移默化底下 國姓野變成日本 民族主義 民族... 呃... 民族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一個日本人要... 就是要做到 這麼具有武士道精神 這麼的中軍愛國 你要很... 極力的去遵循你的... 呃... 遵循你的君主 然後你要去做 你寧可要... 就是背棄你的父親 你也要去...呃... 愛你的國家 等等等等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會產生一個... 後續一連串... 的影響 那就是... 這個是... 呃... 這是那個... 柯柏茶館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柯柏茶館 如果有讀...呃... 比如說... 胡川安教授的書的話 其實會有提到這件事情 柯柏茶館是... 剛剛我提到... 鄭柯正... 呃... 因為他是去留學的 然後他也是... 他是第一個把咖啡引進日本的人 他坐在... 呃... 東京開了一間柯柏茶館 那... 這一個材料是什麼 這個材料是... 他上面寫說是柯柏茶館的廣告 附世界茶館的事情 他其實... 沒有廣告 他只有附那個世界的事情 他附了什麼事情 他告訴你在巴黎哪家咖啡店 准的咖啡最好喝 他告訴你在... 紐約哪一個咖啡店的咖啡最好喝 那個... 紐約的咖啡是什麼樣子 中國的... 所謂喝咖啡這件事情 他說沒有 但有喝茶這件事情 然後呢... 哪一間茶館最好喝 然後他告訴你在整個歐洲 倫敦、巴黎 然後他甚至... 他去過... 他還去過義大利的城市裡面 哪一間的東西 哪一間咖啡 怎麼來的 然後怎麼喝 然後呢... 紐約要怎麼喝 但是他都告訴你這些細節 他甚至連街名都告訴你 店名都告訴你了 那我其實曾經有一度很想要按圖索機 去找這些東西 但我發現這其實太可能 因為人家當地方現在大家都不存在了 那... 這是他... 這其實算是鄭永慶 他在作為一個... 呃... 做為一個... 呃... 很接觸當時第一線接觸世界的一個日本人 他把這些消息 傳遞給他日本的同胞知道 那... 呃... 好像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人 日本的鄭家的後代 他們就自己發展 變成外交官 那... 在北京的鄭克爽的後代 他們就變成所謂的棋人 好像最後大家... 八竿子打不著 但是我... 一直覺得這件事 非常巧合的事情是 最後他們大家其實最後會聚在一起 那這個會聚在一起 其實跟一件事情非常有關 就是... 呃... 國族主義就是民族主義 那這件事情是... 呃... 鄭成功 我覺得鄭成功之所以會受到這麼多人的... 呃... 重視 並不單單只是因為他曾經做過的事情 不會是以前他們告訴我們他驅逐何來人 然後呢他是第一個中國人 驅逐列強等等什麼什麼 這些故事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在不同的時期 他有不同的文化意涵 他在清朝中葉的時候 他在清朝... 應該不是清朝中葉 他在乾隆時代的時候 他被推崇 其中的原因是因為 他中間奈格 清朝末年他被推崇 因為他是驅逐何蘭人 所以他最後變成了國族主義的一個象徵 那到了台灣的時候 他是... 台、日、融合的一個範圍 所以他在不同的時期 他有不同的icon 那這些icon 其實最後在... 大概在19世紀 跟20世紀初期的時候 全部會整在一起 那這些事情其實跟台灣非常有關係 這是...呃... 一本字典 這字典 是日文、中文跟英文的字典 那...寫的人是誰? 鄭永邦 就是當時的其中... 鄭家的其中的後代 那...他... 這本字典的重要性是什麼? 不許我們其實不太知道這個字典 但是其實這個的重要性是 他是當時北京官場上 幾乎所有外交官 不管是哪一國外交官 你必讀的字典 而且他其實不只是你這個版本 他後來還出了另外一個版本 把俄文加上去 所以...呃... 我們知道鄭永邦 他其實... 等於是他寫了一本外交教科書 外交指南教科書 那這本書其實最後... 呃...傳播非常非常的廣 那... 他們除了會中文 會日文 然後... 當然他們會法文 然後也會一點... 也會一點德文這樣子 那...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這是... 一則... 呃... 二手研究 一個學者的研究 他在裡面講到一段話 那這段話裡面 他沒有引到任何的註 但是他裡面提到的一件事情是 當時鄭永邦在北京城 因為他們後來他們當了外交官 他們... 其實他們後來 鄭永邦跟鄭永寧 還有鄭永... 鄭永... 鄭永昌 他們三個人就都拍到中國去 他們在中國當了非常非常大的外交官 他們都當到了 日本在當時中國某一種程度上 是...呃... 比大使才第一級的那個等級 那... 他們這群人 他們後來他們其實是 滿文的... 最初的一群研究者 因為... 有一則故事告訴我們說 鄭永邦有一個伯父 恆東滿文 在北京城 老實說 我們並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但是鄭永邦的伯父 在北京城 然後會滿文 這件事情 就讓我們產生無限的想像 什麼樣的無限想像 再來 呃...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講到 這件事情好了 因為... 呃... 這個人是鄭永昌 那... 他...呃... 他曾經... 他做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他...呃... 戊戌政變的時候 就是...呃... 白日維新結束之後 戊戌政變 他是幫助...呃... 呃... 讓梁啟朝逃出北京城的人 他... 讓梁啟朝當他的仆人 幫他砍東西 然後最後他們走到了河邊 上了日本的軍艦 是他帶著的 梁啟朝離開北京城的人 那...除此之外呢 呃... 先講這個事情好了 我剛剛說過在...呃... 呃... 在這個時候 因為在大概是18世紀時候 18、19世紀的時候 國姓爺這個詞彙 在日本變成一種民族主義的象徵 開始變成 還沒有完全是 但是在這個時候 大家對於政成功開始 越來越多會想像 所以在... 有一天的時候 呃... 在日本的神奈川 出現了一個人 中國人 他名字叫做... 鄭比忠 然後...呃... 他到了神奈川縣 當時他是30歲 這個事情發生在18、1997年 然後他們說 這個鄭比忠 他是誰 他自稱是鄭成功的第九世孫 然後呢 他說 他曾經 考中過禁士 他說他曾經當過 漢林院士長 漢林院士長是什麼 漢林院士長就是當時皇帝的老師 那... 他在光緒12年的時候 他曾經到過台灣 他在台灣得知他祖先政成功的事情 所以他對於日本非常的嚮往 老實說這東西邏輯有點斷裂 但是他講了這個故事 那他到了... 這個地方之後 他說 你看他這邊有寫 他說 他最後他經過長期神戶 然後到墳邊 然後最後到了神奈川這樣子 那... 就因為他講了這個故事 他先見到當時神奈川的知識 他名字叫小松原 他見到這個知識之後 這個知識跟他聊完天之後 驚為天人 哇 他知道很多正成功的事情 而且他又說他自己是正成功的後代 他又姓正 他還曾經是個禁士 所以他就把他引建 引建給誰 引建給當時的日本的總理大臣 他的名字叫做副導總臣 副導總臣 副導總臣見了他之後呢 還見了... 還讓他引建給了當時的另外一個文部的大臣 當時的秘書長 叫做... 鄭穆 他見了這些人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不知道然後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們知道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 他還給了我們兩個資訊 一個是他曾經考慮過軍事 第二個是他曾經當過他的院士長 然後... 他說他是正成功的後代 然後他曾經到過台灣 我們再回頭去追溯這個人 找不找不到這個人 老實說我們找不到 但我找到了一個很相近的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他的... 他的名字不叫鄭秉忠 他的名字叫做鄭秉仁 這個人呢 他是... 呃... 其實... 所有... 就是... 清朝後來在八國聯軍失敗之後 第一批處決的名單裡面 他是其中一個 所以他後來... 據說是被處決了 但其實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被殺 因為只有在很零碎的資料裡面告訴我們 曾經有這麼一號人物 在這個地方做過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他發生過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人跟這位鄭秉忠 有相同的事情的是 在1897年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他人在哪裡 1897年的時候 在當時的所有資料裡面 我們找不到他人在北京城的資料 所以... 他們會不會是同一個人 還是他們是有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 呃... 歷史就是這樣子 他們不能夠給我們 太多太多完整的資訊 但有時候我們可以從裡面 找到一些... 呃... 碎碎的片子 這樣子 那... 這個事情大家可以知道啊 母男社事件 母男社事件時候 政家的人其實都有參與談判 因為他們是當時的第一批會 呃... 外交的人 他們也是當時最好的 漢文的翻譯官 所以他們其實參與了當時 呃... 日... 日本跟清朝之間的談判 那... 在1990年的時候 發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呃... 1990年的時候 當時的... 呃...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外交體系 這些外交觀念 當時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人是 呃... 鄭永明 和鄭永邦 對... 還有... 當然還有鄭永慶 因為鄭永慶還沒有開始 賣咖啡的時候 他還是外交官 那... 呃... 有一天 有一則...報導 在日本出現 這則報導說什麼 說... 外交官... 鄭盟 呃... 這邊... 鄭盟 他只說鄭盟 然後說他是外交官 賣國 他跟清朝的人聯繫 他跟當時清朝大使教理金方聯繫 然後呢 他把清朝的事情都洩漏出去了 他把日本的事情都洩漏給清朝的人 然後他呢常常出入清朝使館 等等等等的事情 然後這件事情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上引起軒然大波 然後呢 這個報導 這個... 然後... 鄭盟他們當然對號入座啊 姓鄭的外交官就他們一家人啊 他們當然對號入座啊 他們開始就反抗議這件事情 然後呢 後來這些報導 持續更新 說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 因為他們是鄭成功的後代 所以他們跟中國是有密切關係的 所以他們叛國 他們賣了日本 然後呢 呃... 這種賣國事件呢 後來延燒了很...很...很...非常長的時間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 鄭家人極力的辯解 他們是日本人 即便他們是鄭成功的後代 他們還是日本人 然後呢...呃... 後來這個報導開始越來越多細節 包括他們之間怎麼談判的 他們跟怎麼樣把消息 洩漏給清朝這邊的人 真的是... 那...最後 鄭家的這些外交官 他們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找來的人 開始來... 幫他們辯護 幫他們... 呃...打官司 最後打完官司的結果 是... 鄭家人沒有罪 他們沒有叛國 他們也沒有賣國 他們也沒有洩漏任何的資訊 可是... 報導這則消息的那個新聞報社 也沒事 所以這整件事情最後 就在一個不了了之的情況下 草草結束了 那...呃... 我們其實... 不知道很...不知道 到底最後 法院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最後變成一個 算命書裡面的一個... 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範文 就是有一個... 日本後來當時 這個時候出了一本算命書 那算命書裡面 就提到跟賣國事件說 你看吧... 我算命就曾經算過說 日本鄭家這群人 他們是...呃...沒有叛國吧 然後他們... 但是我算命又告訴我們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 算命書就在告訴我們這件事情這樣子 那... 他老實說他也沒什麼結論 他只是把這則消息跟... 他的算命... 結合在一起 然後想要一次來... 賺點錢這樣子 那其實... 東西沒有什麼太多的內容 可是... 整件事情為什麼會這麼快的結束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也不是這麼快的結束 他整件事情其實就前後拖了三年 那三年之後 從1891年到1894年 隨後發生了一件事情 交戰者 交戰爆發 在這場馬關條約裡面 鄭家的人 是裡面的翻譯官 所以他們也參加了這場... 他們也參加了這場會議 那...呃... 會議結束之後 大家都知道什麼結果嘛 台灣make around 朋友make around 那... 呃... 日本人到了台灣之後 馬上做一件事情 開山神社 把鄭政公所謂的... 呃... 開山... 開山廟變成開山神社 然後開始供奉... 呃... 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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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 回到中國 鄭永寧 鄭永昌 呃... 鄭永... 鄭永昌 鄭永昌 鄭永邦 依舊在中國 過得風生水情 那...呃... 尤其他們這幾個人 他們其實在 當時的 呃... 外交官場上面 他們其實都非常的 自稱說他們是 明末的 福王之城 必獲渡... 渡海 然後是 鄭之龍之義 他們那時候說他們是鄭之龍的後代 他們不是說他們是鄭成功喔 那... 那邊的話就講得更婉轉一點 他們就說他們的...呃... 祖先是 閩南人 然後他們也沒說他們的 那個...祖先是誰這樣子 但是當時的北京官場上 每一個人都知道 這個鄭家 在北京的這群外交官 日本的外交官 他們跟鄭成功有密切的關係 那... 他們在北京的外交官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很多人其實大家都有什麼能講 比如說袁世凱 鄭永昌後來當了袁世凱 手下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官員 管理嚴正 因為他在... 早在他...呃... 袁世凱在朝鮮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認識了 所以他們兩個關係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呃... 這個是... 鄭永昌 留下來的一幅圖 他在畫當時北京城的樣子 他在駐北京 他駐北京公尺 住了非常非常多年 所以他在北京城畫當時北京城的樣子 呃...滿洲人怎麼出尋 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 那... 他目標是推翻滿洲人 所以當時呢 呃... 推翻滿洲人 呃... 漢人要光復嘛 所以當時有兩個...呃... 呃... 在泉州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第一個故事是 泉州南邊 的一條街上面 有一個施朗金銅棒 就是這座 就是這座 那... 他說頂上有施朗騎馬 鄭成功跪成鄉土 在這裡 在這個正中間 是施朗騎在馬上 鄭成功跪在下面 帝翔族 那這是當時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激功碑其實是在施朗 他...呃... 攻向台灣之後 就馬... 沒多久之後就在泉州射了這樣 那...這個東西呢 在當時的...呃... 漢人的眼中 他非常的... 政治不正確 所以他們當時說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東西弄掉 尤其是這些南洋的... 海外華僑 他們說 鄭成功是漢族的工程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東西拆掉 那...當時... 後來... 後來...這個杯其實 真的是被拆掉了 但他被拆掉的人 不是... 隨便的... 一般的百姓 從過去把他給撬掉的 是...施朗在泉州的後代 因為他們其實是... 參與革命的 所以由他們來... 自己把這個東西給拆掉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在廈門 在廈門的這邊呢 他們說 因為鄭成功實在是... 呃...太... 呃...太偉大 他是我們的民主英雄 所以我們要在浦多士那邊蓋個方碑紀念塔 這樣子 那...呃... 在這個時代 其實鄭成功 鄭成功大概在...呃... 呃... 十九世紀末期 他就已經是一個民族英雄的象徵了 一個Icon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 他不僅僅是... 中華民族的... 不僅僅是漢人的民族英雄 在這個時候 他更是福建這個地區很重要的一個精神象徵 因為其實在這個時代大家想像在那個時代其實 每一個神 其實是有自己的獨立性 一個自主性 他們有自己的意識存在的 那...呃... 譬如說在... 當時的湖南好了 湖南當時就非常推崇 比如說像...呃... 王富士等等等等 這樣子 那...在福建也是 他們非常的推崇 兩個人 一個是鄭成功 一個是黃道舟 那... 這兩個人在當時幾度會推崇 所以他們其實一直很想要做類似的事情 那...與此同時 在福建的對岸 台灣 日本人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但他們做類似的事情 不是為了民族主義 他們為了是他們的殖民主義 他們為了他們要讓他們的殖民合法性 他們當時創了一個詞彙叫做日台融合 那日台融合 那日台融合 就要找到一個象徵嘛 誰 一樣又是鄭成功 那鄭成功非常好用 所以他們當時 花了很大的心力 在做一件什麼事情 他們在領制台的書籍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想盡辦法要找到 跟鄭成功有關的文物 實物 所以他們找到了這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 封來朱友生 這個他們說是 寧靜王留下來的 給鄭家的畫作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第二個東西 是這個 他是一個 七寶的銅觀音 那他高一尺三吋 然後呢 唇身是緊的 那這個當然現在已經不是緊的了 他從誰家拿到的 他從鹿港的石家拿到的 就是市場的後代 然後他們從那邊拿到的 而且據說是用騙的 把他騙來的 所以 日本人在這個時候 他們非常非常希望可以 拿到這些icon 來宣揚他們 跟鄭成功的連結 那 這個人 他的名字 叫做 山中橋 他是當時台灣總督府的 租租館館長 他 也希望在這件日台融合上面 做點貢獻 所以呢 他就說 開山神社每一年都有一個祭祀 那這個祭祀 是祭祀鄭成功 他說是祭祀鄭成功 他說那我們把鄭成功分離 分離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到哪裡 平戶 鄭成功的 他本來存在貧戶 他說我們如果分離到貧戶 在貧戶辦一個鄭成功祭典的話 那我們更可以向上日台這份一提的 所以他就把這件事情 告訴了當時的 當時其實已經沒有 貧戶已經沒有所謂的藩主了 都已經是變成一般的官員 因為當時已經非凡立憲了 那 他這件事情跟了誰講 跟這個人講 他的名字叫松浦全 松浦全是平戶松浦藩 就是那個藩主的最後一位 那他的兒子叫松浦厚 松浦全非常喜歡鄭成功 因為他非常喜歡看國興聯合戰 松浦厚是他兒子 他兒子也非常欣賞鄭成功 然後山中橋就跟松浦厚連起來 說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來 山中橋其實先問了松浦厚說 你們貧戶那邊還有任何鄭成功的痕跡 他說有啊 我們貧戶有很多人 我們叫他們鄭大人 因為很多人還信證留在那邊 然後他就說那太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開山城的分離 分到我們貧戶去 然後變成一個祭典 他們非常高興的做了這件事情 那這整件事情其實後來 在仔細查發生 你看到一件很有趣的巧合是 松浦厚他有很多小孩 他除了長子松浦厚之外 他每個小孩都送給人家領養 每個領養的人 他們家家事都遷格 其中他第五個小孩叫大衛信長 那大衛信長的父親是大衛重慶 大衛重慶如果大家比較沒幹的話 有聽過找到田大學嗎 他們家就找到田大學的人 他們兩個人都找到田大學的校長 都曾經當過找到田大學的校長 包括他們也當過 那更重要的是 大衛重慶他做過什麼事情 大衛重慶是 內閣總理大臣 他曾經組織過兩次內閣 在當時日本的民政府 他曾經組織過兩次內閣 那大衛信長 他曾經曾經沾過他父親內閣 他養父啦 不是父親 他養父內閣的成員之一 重要成員之一 他當過秘書長 他還做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對於喜歡棒球來講 他是日本棒球聯盟的創始者 所以他... 那... 這個人他有什麼重要性 他在... 20世紀初期的時候 他成立了一個正成功表彈會 總部設在哪裡? 夏門 他在夏門成立了這個表彈會之後 他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是很想要收集所有有關於正成功的文物 其實跟日本人在台灣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但是他最後把這件事情放在夏門再做 那... 他們... 當時這整個日本這種 就是所謂正成功狂熱 其實有得到了一個 有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 就是... 然後這個結果其實體現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面 尤其是當時的報章越來越盛行 就是越來越普及的時候 照片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我們要告訴你正成功的後代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叫做鄭鑿子 他是一位女醫生 然後呢 他們家就是留下來那個... 封來獨生的那個人家 那他的哥哥是... 叫做鄭明能 是... 那個... 所謂台灣... 櫻花郭文貴之父 那... 他們家說他們是正成功的後代 所以日本人大篇幅的報導他們家的事情 然後呢 把他的照片放上去 那... 他不是唯一的一個 因為... 後來發生的這一起 我稱為... 這是我今天做的一個故事 他是... 發生了一起 我... 稱為是當時一個 極為聰明的一個詐騙案 呃... 在正成功表彈會 出現了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 他名字叫鄭旭 然後呢 他從廈門 跑到... 他跑到廈門 跟正成功表彈會人說 我是正成功的第十二代子孫 然後呢 他找了一個人叫蘇坦 蘇坦是台灣人 大道成人 然後呢 他說... 蘇坦幫我引建一下日本人 然後說 我是正成功的後呆 這樣 這件事情在台灣的報紙 日本的報紙 大篇幅的報導 所以這件事情 他照片會放出來 然後呢 呃... 他... 因此他來到台灣 他從... 基隆上岸 然後到了台北 到了新竹 然後一路往南 沿途送到鄭家人 所有姓正的人 不管你跟正成功有沒有關係 姓正人開始大擺宴席請他 在每一個地方最高級的飯店請他 然後他也到了開山神的時候 去拜... 去拜所謂他的祖先 然後這整個事情在台灣 當時引起一陣轟動 他說 鄭成功真正的後代終於出現了 然後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看起來很游目 他臉上還有一條疤 他很像正成功的 就是要... 勇武精神 然後打仗所留下來 這樣子 所以他們特別把他照片放出來 他發在這裡 不知道 好 那... 在眼睛下面 他坐在眼睛下面 那... 他到了... 他在台灣 他也去過... 呃... 比如說... 呃... 什麼... 醉仙樓啊 等等等等 當時最風光的地方 他們都被請客過去 那... 後來... 他結束之後 他在台灣就之後 他到了... 他... 決定要去一趟日本 他的搭船到了神戶 從他送神戶 再到本兵 之後到了東京 他在東京 準備要去見正成功表彰會的那群人 然後他到了那群人那邊之後 發生了一件事情 在中國... 一篇報導 就開始出來了 說他... 不是正成功的後代 正成功表彰會的人 開始去查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查完的結果是 他不是正成功的後代 那... 但是這件事情在日本 已經引起後代了 國姓爺的孫子 叫鄭秀喜 就是那個... 就是正功 所以他額頭上有個創八 就是祖先的... 彪悍的象徵這樣子 那... 這件事情... 開始... 在中國的申報就說 他根本不是這個人 南京的政府呢 就覺得他非常非常可疑 那... 因為這件事情他們開始跑到... 鄭旭在... 廈門的... 住所... 查水錶 那查水錶之後呢 他們家的人 就跑去找蘇坦 蘇坦就把他們的家人 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 送到台灣大道城去 然後呢... 他們到了台灣大道城之後 鄭旭也要為了自己辯解嘛 他說我就是鄭成功的後代 我要可以拿出我的祖符給大家看 他就拿出這份祖符 說鄭成功、鄭金、鄭特爽、鄭安婦、鄭前妮、鄭桂 不是... 我是我父親鄭寬季的第二個小孩 所以我是鄭成功的十二代子孫 沒有錯 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呢... 我們把他拿去對滿文祖符 會發現 他在前面講的都是對的 他在前面到正貴為止講的都是對的 但是後面這幾個都是錯的 所以我們的問題來了 他去哪裡拿到這份滿文的祖符 因為這份祖符其實只留在北京的鄭家人手上 他去哪裡拿到前面這一段 那後面那段他銜接不上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呃... 所以這件事情的同時 鄭旭他從日本回到台灣 他在大澳城被逮捕 那他的後果其實怎麼樣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當時中國怕的是什麼 蔣介石怕的是什麼 滿洲國剛好成立 沒多久 他們怕的是鄭旭變成第二個滿洲國 因為當時福建人對於鄭旭公也有某一種程度上的狂熱 所以鄭旭 他們覺得鄭旭有可能變成另外一個滿洲國在福建 他們叫他叫華南國 然後在... 在這...上面那邊 他說華南國 所以... 這整件事情最後其實是草草落幕 但是其實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是 在當時代其實... 呃... 整個... 即便到了這個時代鄭旭公已經... 呃... 已經去世了 但他的後代 跟他的影響 影響到他的那些旁戚子孫 仍然存在 所以... 呃... 簡單一個結局是我覺得鄭旭家族 他不僅僅是一個... 呃... 海洋池的議題 他其實是觀察十七世紀以來 東亞池 整個東亞池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比善窗戶 他是一個家族的全球史 我們可以從這個家族看到很多很多全球史 但其實他也是全球史底下其中一個家族 他不僅僅是一個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找到很多很多類似的意思 那... 也許有很多... 今天我講的這些故事其實... 對於歷史研究來講無關通了 但是這些... 這些小口故事 卻可以滿足我們很多對於鄭旭公 這個人的認識跟... 呃... 無限的想像 那... 這些想像我覺得對於我們 呃... 重新認識我們台灣的歷史 跟鄭旭曾經... 呃... 把台灣放在一個更大的脈絡底下的認識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那... 呃... 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